景田的背景景田是某领导 因为你们应该都知道啊 谁去棒着他 景田背后的这个人跟校长的爸爸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应该咱们都应该知道 对吧 校长是谁 应该大家也都知道 在这咱们就不多说了 说了反倒不是特别那个啥 所以校长在中国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校长的演讲 就可以看看校长刚回到中国 四五年前校长在跟国外记者沟通的时候 那个演讲 校长眼里都是充满了智慧 说话的时候都是那种感觉 但是校长在现在跟个大傻叉一样 说话无限愚蠢 身边可能这么多年 这么多女人带着 校长说话都北都找不着了 所以呢就没有啥了 张继克的事 你们大家对这些绯闻那么感兴趣 绯闻能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啊 就是中国的男女之间 这些名人的男女之间 大家有没有想过太正常了 只分说出来的和没说出来的 你们大家对这个东西 那个感觉 感觉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对 所以呢 这个不用那个什么了 不用那个什么了 王思东是 王思东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当年在优斯艾乐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同学 同班同学 后来一直是陕西省化工行业首富的儿子 跟我关系也很好 小孩跟王思东同班 自己就说王思东原来是特别有才华的一个人 特别有智慧的一个人 然后回国以后 说王思东现在越来越油腻 说现在刚这么大一个年纪 就油腻的一塌辣糊涂 80后毕竟也是 说油腻的一塌辣糊涂 很难想象 不应该让王思东油腻到这种程度 所以是这样子的 景田好看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吧 如果有人觉得景田好看 还是可以 我个人对景田没什么概念 因为我的年代比较老了 我这位人比较老了 我比较喜欢像朱楚红那样的女孩子 我跟很多人都聊过 反正今天闲聊天吧 我跟很多人都聊过 我说我喜欢一个电影 叫《秋天的童话》 《秋天的童话》是 钟楚红跟周润发演的一个电影 一个很梦幻的一样的电影 感情的事真的是需要去体会的 感情的事情一定要去体会 所以就是喜欢那个电影里的钟楚红 喜欢那个电影里的钟楚红 现在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了 熊楚红60多岁了 现在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钟楚红这个是谁了 郭文贵 郭文贵的事我其实昨天都跟大家聊过了 对吧 因为你去接这些密 这就传到郭文贵 我又可能敏感 有很多人喷我 那没关系 因为你去揭秘没有意义 中国共产党所有干部都是这样 所有干部身上都是无限多的毛病 就没有一个人不这样的 你把中国共产党 所有厅局级以上的干部列出来 你说谁不玩色情 不搞女人 没有 谁不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没有 就大家都在干 更重要的 谁不心理变态 谁不玩激情的 就是激情的东西 没有 所以你既然所有人都这样 那你就没有什么爆料的必要 因为全这样 就没有人不这样 你要报 你可以报一报 中共里面哪一位领导干部不这样 那当大家所有人都这样 你报这个就没有意义 就我个人觉得就没有意义 对 那你说我不这样吗 抱歉 您不这样生不上去 您在您的位置上 就不可能走得上去 只存在于您站对了队 还是站错了队 想搞掉你 还是不想搞掉你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你说你兴趣不搞 可能吗 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 所以呢 这个就是里面的东西 我其实坦诚的说 我认识的 人里面 范一飞已经是胆最小的了 就是在中共领导干部里 相对比较乖 比较那个什么的 范一飞已经是胆最小的了 但是你说范怎么游得出去 他游不出去 我跟大家讲过 对吧 刚那个时候我在国内私人飞机 带着范飞瑞士 然后他给这些领导人的家属在瑞士 就几十亿欧元的这种 捣这个钱 洗这个钱 那他自己不想贪 那领导上面有任务 他是干金融的 他张月董 只有他干得了 他不去干 行还是不行 这个过程中 他没有利益 行还是不行 那大家都想明白了 所以呢 如果范不干这个事 他就根本不能到这个位置上来 他但凡到这个位置上来 他就只能成为 同流合乌中的一个分子 对 一个分子 所以呢 这个东西打击不了中国共产党 就跟你抱那些非洲的那些酋长 那些酋长和周围有权的人去贪腐一样 打击不了他 范依飞 不知道是谁 没关系 大家可以找一下 没错 梁山的投名状 就是当你到了一个位置 跟大家一起要干一个坏事 做一个体系 就跟投名状一样 对吧 今天有企业家请领导干部吃饭 您第一次上这样的桌 四个领导大小领导都在上这样的桌 晚上企业家直接请大家去洗浴 洗浴完了直接姑娘陪 你说你不要 那就这一次了 您就不可能再出现在下一次了 对呀 你怎么可能呢 那是领导赏你脸 所以呢 今天你姑娘就必须得要 然后往下走 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潜规则 险规则 所以呢 没有办法 中国共产党当他党凌驾于国家之上 中国共产党 就是所有东西都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连宪法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党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时候 那么这个党自身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有的人都觉得必须是顺理成章的 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覆盖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没有人在外面去监督跟制约这个党 那就只能出现现有的所有体系了 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没办法 没办法 我不是红二代 我是红三代 我不是红二代 这得说明白 毕竟是爷爷那辈 是给共产党做了太多的贡献 帮助共产党打了天下 对 所以呢 父亲这辈的时候已经解放了 虽然是延安保育小学的 已经解放了 所以我不是红二代 我算是红三代 但是国内的红二代 我还认识很多人的 就是不光是像习啊 就太多人了 但是呢 坦诚的说呢 大部分都还是父辈的一个 吃父辈的一个老本 比如像马国超 马本斋的儿子 陈奥苏 陈毅的孩子 等等 我认识很多这些人 确实是都不行 真的不行 不是其他的东西 我已经是在中国国内 骂中国共产党最多的人 大家看看 从习近平到温家宝 到多人 我都指名道姓的骂过 吴小林在当仁豪副航长的时候 我指名道姓的骂过 去世的曹凤奇 在北京大学经中心研究主任的时候 我指名道姓的骂过 我都是在公开的大会上去骂所有的相关人 所以如果你说 这个老宅 你在国内你曾经拍过中共的马屁 没错 但是在国内拍中共马屁的人众多 可是想像我这样 十几年骂中国共产党的 骂得这么狠 中国共产党骨子里就是八旗 这都有视频网上能找着 就我一个人 那你可以做做我吗 也就是我这边我可以拍他 我这边还骂他 而且我都是在最公众的场合 骂中国共产党 骂得极其露骨 以至于公安到处找我 我的话被法轮功都拿为一个打击中共的话题 你可以向我学习 你也可以在中国变成一个这样的人 一边夸一边骂